《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未開始節目之前 先多謝兩位做首譽的朋友 Bony和維蘭 好了 看回今天的日子 五月尾 如果大家都有記性的話 其實都記得一年前的 有人就叫做立法會補選 也有人叫做五居公堂 都事發了一年 香港的政治其實都產生了很多變化 但未講到一些叫做回顧的部分之前 其實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到 最近這個臨帥林局長 提出了就是因為上次五居公投 就浪費了納稅人錢 所以不如這樣吧 我們就修改立法會的補選規則 最主要一件事就是 如果以後有立法會議員辭職的話 當然不能夠再透過補選立入議會之餘 其實政府就提出就是不如這樣吧 如果贏了一位議員 辭職的話就由第二位議員 這樣去將那個位置取代 長毛 其實政府這個政策都是針對五居公投 這個做法而來 我知道其實你都有很多意見 當然五居公投運動已經過了一年 其實我在上個星期一 就是五月十六號 這個週年紀念去商台的程朗 在程朗一天出發那裡講 我就和何俊仁一起有份的 梁美芬也有份 我當時就好像真的要事如神 我就跟何俊仁說 我又說指出他們當日不參加鞅公投的和害 我待會再說那個和害是甚麼 我當時就問他 我說二十三條一定來的了 因為現在聽說梁美芬會競選特首 以梁美芬這麼虛偽和無恥 他一定會做二十三條立法的 如果他做了特首 也都要為二零一七個假特首普選 做些防備的工作 或者是二零二零的假普選立法會 因為萬一買大開小這樣 竟然間有一個變成少數政府的話 就比較煩 所以就一定要立這二十三條 因為不立二十三條 如果有一個人出來競選特首 他說要結出一黨專政 你真的很煩 或者是在立法會競選的時候 有大量的候選人說要結出一黨專政 當然是非常尷尬 如果他得票高的話更加尷尬 所以他一定會做這個立法的 即是在所謂二零七二零二零的假普選之前 我就問何俊尼說要保留實力 去否決別人的政改方案 但二十三條立法就是簡單多數 因為他不需要三分二的絕大多數就能夠過了 到時你用甚麼來頂呢 你不做公投 第一次你又不做 第二次又怎樣做呢 如果第二次真的做的時候 你會不會做呢 說還未完 這個 五月十七日 林世良就說要改了 建議拿來給立法會 自然很明顯證明了當時私豪華能和何宗晨是說 共產黨會承虛而入 打敗我們 令到我們被踢出議會 因而影響 embraced社時是 這個凡民主派在立法會議席 動擺了我們關鍵少數根基 是完全撒謊的,因為現在共產黨就是害怕這件事, 他們的分析,何俊仁和超越華的分析是完全沒有辦法去正偽的, 那是一個未來很久之後發生的事,拿一個假設性的後果來倒轉推論現在應不應該做事, 這是非常之不要得的行為,現在很明顯了,就有一個新的提案, 其實它是比較特別的,就是分區直選裏面,如果有任何人出缺的話, 就拿那個最負責的那一組,直接來替補上去,就不用舉人補選, 但是在小選子選舉又不是,要舉人補選,這個就是第一個邏輯上搞不通的事情, 第二個就是比例代表制的比例性, 其實最後來那個餘額去拿回那個位其實是合理, 這個就是多餘的,因為每一次的選舉都是最新的授權來的, 所以其實現在這樣說的時候,即使那些人要解除將來的法會議員, 即使我今天投票可能將來有人出來說,我其實選了將來的這個, 其實在一個邏輯上面非常之令人難以, 也都選不到的根本,因為你不知道的, 第二就是有一個很奇怪的, 即是他們都不能夠自言其說的, 就是現在在我們的選舉條例那裏, 就有一條條例是非常之特別的, 就是任何的候選人報了名之後, 就不准無端無端退出,除非你死, 原因是甚麼呢,就是怕有些候選人去收買其他候選人, 變了自動當選,OK? 這是一個防備來的, 那有甚麼理由,你防備人家賄選, 自動當選,一方面是這樣, 第二方面就是,被人看到結果之後才去賄選, 因為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譬如新界東是有七個議員選到的, 他有十隊,其實真的選完之後, 他叫第七那個排第七,即是叫任何一隊退出, 然後他排第七就拿到, 或者甚至更加離譜,排第八,叫第七那個不做, 或者排第九,叫第八、第七不要做, 即使是看到結果之後,才去賄選, 就是非常之不合邏輯的事情, 其實那個問題最不合邏輯是甚麼呢, 其實他們當選舉是一個候選人的一個工程, 是一個錯的, 選舉最大的意義就是, 選民的授權, 你不讓那個人去, 其實拖頭就是梁美芬, 這個壞人, 就提出來, 就說, 既然我們選得這麼過癮, 不如不要讓他去選, 以後, 即是說,自己辭職的人不可以參選, 因為梁美芬當然是, 她是一個政客, 她覺得, 不選,選不到會死的, 她想不到, 如果要發動五區公投的人, 根本就不自助的位, 因為她是希望給一次機會, 給香港人投票, 她做不做不要緊, 最重要那個candidate, 第一是capable, 第二呢, 就是能夠代表到, 辭職那個人的理念和綱領, 就可以了, 因為梁美芬想的懲罰議員那些, 當然就是從她的角度出發, 不做議員會死, 不然她都不用現在, 做了那麼多辱孫的事, 不然她出來欠貌, 是她首先說要改例的, 林瑞麟就說, 是不行的, 因為競選權是不可剝奪的, 當時她沒有講到選舉權, 所以她也是從這個時候想, 就是, 這樣如果不可以剝奪, 怎樣剝奪她呢, 所以整天說來說去就是, 所有選舉最重大的意義就是, 讓選民在一個公平公正, 公開透明的環境下, 去憑她手中的票去授權, 你取消了這個, 人家的選舉權怎可以呢, 選舉不是說, 某些候選人或者政客, 去拿一個單向的活動來的, 實際上是由授權開始的, 是不是, 所以現在整個搞到一塌糊塗了, 是不是, 而這個, 最好笑的就是, 她說要學別人, 學別人, 我相信她現在都是想, 做一件事, 就是不讓外選, 所以她就說, 不如給最近那個吧, 但為什麼不是給隊伍的另外一個人呢, 因為那個人是拿授權的, 就是她說, 更加能夠反映到這個, 比例代表制的性質, 即是說, 其實是, 分別的, 選一些人又是, 令到一些黨派, 可以有參與的機會, 我覺得, 其實這個真是, 主言言之王, 是不是, 我做一做好笑的, 就是, 剛剛看回, 政府那個新聞那個稿, 講回林索人為什麼, 會認為用這個, 替代機制可行呢, 她就說, 因為波蘭德國和芬蘭伊國家, 都是以名單來進行替補, 那當然, 究竟人家替補背後的原理原則是怎樣, 當然她可能就是, 博人不知道, 然後就, 抽過三個國家水來, 說到就是, 接下來立法會不應該再進行一些補選, 來到, 替換一些, 就是辭職議員應該用一個, 就是, 就是, 替補的機制,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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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強調, 啊, 你上次搞這個, 就是, 補選三成億, 就是, 用一些, 就是, 錢的理由, 作為一個, 剝奪民眾授權的一個權利, 就是, 這件事其實, 就是, 非常之值得爭議, 或者其實, 非常之值得批評, 那, 那當然我想, 就是, 這個真, 或者這個真令, 繼續下去, 那其實我相信, 就是, 那你其實, 你回過頭, 你如果說回五區公投, 你就看到這個, 民主黨當日, 去反對五區公投是沒有理據, 沒有邏輯, 無恥的, 很簡單, 你怕共產黨, 趁機將你遷滅, 或者將泛民遷滅, 這個已經不存在, 這個是一個恐嚇, 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 杯公射影, 是不是, 第二, 就是說, 去, 令到公投失敗, 最好就是叫人不要投票, 不是跟你競爭, 因為跟你競爭, 萬一一競爭劇烈的話, 就是更加多人出投票, 你輸了你就很大鑊, 所以, 破壞公投, 最好就是叫人不要投票, 亦都是共產黨的策略, 亦都是民主黨的策略, 民主黨又說, 我們不贊成, 我們不會參與, 亦都是由這樣開始, 他才找到跟共產黨共通的語言, 才有那個所謂的破兵之旅, 如果不是有什麼呢, 所以, 你看到, 整個民主黨對於, 為什麼不參與公投, 是沒有, 沒有, 沒有話說, 但是我知道最近, 何聚人, 無論在報, 寫了一場, 甚至其實, 剛剛下個禮拜, 會向一些公開財合, 說到, 可能, 他作為一個, 所謂, 泛民主派大佬的身份, 去說, 他覺得, 他怎樣看, 展示民主的理念, 如果有時間, 大家都可以去, 就不會大學那裏, 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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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很簡單, 他說路徑依賴理論, 根本就是一種常識, 就是一個力學, 就是一個慢有引力, 其實, 科學上, 就是一個Gravity的問題, 就是Gravity大的, 引引那些Gravity小, 但是Gravity怎樣來呢, 他沒有解釋到,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說這個, 在這個, 東歐的巨變, 就是因為, 蘇聯這個超級大國, 他的重量越來越輕, 他亦都不想, 在阿富汗的戰爭拖累, 令到他的經濟是非常之差, 這個太空競賽, 令到他的國力, 如果說國力, 就是說, 他整個整體經濟的均衡發展的國力, 受到這麼大的損害之下, 他去, 為了東歐而拼命, 他想縮回一條港, 因為東歐對他, 是婦女多於得道, 除了在地緣政治上, 作為一個buffer, 作為一個緩衝之外, 是否要放棄, 東歐希望, 能夠取得到醜, 這個路徑意, 第二就是, 許康定頓這樣說, 就是一個, 在社會和經濟發展, 令到人有一個憧憬, 形成的一個改革力量, 而這個, 統治那一方面, 亦都因為那個新的社會的出現, 不能夠用舊的統治方法, 即是說, 用過份專制的方法, 去令那個原來有機會出現的, 所謂的市場出現, 因為更加多人參與, 或者是一個, 可以和其他市場, 融合的市場出現, 這個就是所謂, 道敬意大利, 即是說, 不由自主的人, 不由自主的人, 現在你看看, 中共有甚麼理由是這樣, 特區政府有甚麼理由, 它走的剛剛反過來, 它是要更加專制, 才能夠去營購到一個, 以太子黨為核心的, 金融、地產的霸權, 香港亦都是, 依賴太子黨的執政, 去為他們做千秋萬代的事, 你說的路徑在哪裏? 剛剛我們, 如果有看這個節目, 我們都經常批評民主派, 特別是民主黨等等, 其實對香港的民主發展, 有一個論述,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罵得太厲害, 所以突然間, 伊倫和何俊仁說, 關於可能法民主派, 主任法民主派, 所謂的民主論述, 就是路徑理論,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會形容一些, 理論去解釋現象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理論本身的一些特質, 或者一些假設, 究竟能否適合香港, 實際的一個政治社會文化, 這些情況, 如果剛才聽回長坡的分析,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懷疑到, 究竟路徑依賴的一些特質, 究竟其實是否適合, 去解釋香港的情況, 其實何俊仁引用的理論, 應該是引用波蘭的理論, 即波蘭的反對派理論, 即所謂自限理論, 即所謂, 他覺得, 在東歐的集團國裏面, 如果他的改革, 是要引起一場政權的轉移, 是削弱到蘇聯的霸權的話, 蘇聯一定會鎮壓, 所以這個就是自己限制, 即是他用80年代的, 不, 如果你用波蘭的理論, 就是因為, 經歷了匈牙利五、六年的血洗, 經過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即是指我要一個社會主義, 人道社會主義的改革都不可以, 所以波蘭的反對派, 或者很多東歐的反對派, 都覺得, 在東歐的衛星國裏面的改革運動, 是不能夠挑戰蘇聯的主權, 因為蘇聯發明了一種叫做, 有限主權論, 即是說在社會主義大家庭裏面, 每一個國家的主權是有限的, 就是要不危害到, 蘇聯和華沙公約的霸權, 那個霸權, 那挺有趣的, 如果你說, 我們用回香港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 比較回東歐國家五、六十年,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情況, 但一件事就是, 究竟我們現在的 context, 我們那個, 那個脈絡是否真的好像, 有限主權論, 但實際上其實是一個很嚴密, 甚至是一個很強大的控制, 這個第一件事其實, 如果你說用一個這樣的假設, 去看香港的政治發展, 這個有限主權論, 其實何俊仁就說了出來,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以他看, 就絕對看不到香港有能力, 是和中共對抗, 即是說, 等於當年的, 東歐的衛星國沒有辦法, 跟蘇聯操縱的華沙公約集團國, 這個對峙, 這個是相似的, 如果他的角度是這樣的時候, 就即是說, 採入有限主權的, 即是他為國人, 其實也是一個有限主權的, 但他這個都錯, 因為波蘭的有限主權論, 只不過是說, 不能夠觸及蘇聯, 所以問題就是, 如果你在香港的改革, 你都一定要爭取香港最大程度的改革, 即是說, 他們的改革, 那個說法就是, 即使是在東歐裡面, 去鬥爭那個國家的當權, 當權派的時候, 不是, 是以離開蘇聯的霸權, 或者華沙公約國, 其實華沙公約國, 就是一個很清楚的界碑, 因為所有衛星國, 參加了華沙公約國, 和這個北大西洋公約國抗衡, 即是冷戰陣營的兩端, 即是說, 如果你在捷克爭取一個最大程度的改革的時候, 你是不能夠倒向北大西洋公約國, 離開華沙公約國, 即是, 不會是相反對敵人那邊, 是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可以提到, 其實, 為何不可以兇, 不是這個林斯拉夫的個案, 即是說, 其實, 如果你說, 這個林斯拉夫的個案, 其實, 講地緣政治, 因為我們太近了, 所以, 關鍵就在於, 香港的民主派, 覺得它在香港做的民主運動, 除了是立足於本土, 或者是根源於本土的社會矛盾之外, 你有沒有想到, 即是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 你在香港搞民主運動的任何的政治行動, 政治的運動, 其實是會影響香港的,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反過來這樣說, 那23條, 當23條一立法之後, 即是說, 89年的, 愛國民主運動重現的話, 香港是不能夠, 一開始已經不能夠聲援, 是的, 因為23條, 裡面的所謂, 煽動顛覆, 顛覆, 全部都是中的, 如果你在大陸有一個運動, 是挑戰共產黨的政權, 或者我們在香港, 做一些事情, 是製作大陸的, 譬如說, 你的運動是反革命的, 你基本上香港就不能搞, 不能支援, 因為那個已經有了法理基礎, 當然, 如果從政治上來, 它說你反革命, 它都可以鎮壓你, 但是23條是一個, 法律的平台, 去處理這個問題, 即是說, 令到它整個, 鎮壓有了法理的基礎, 因為有法例在這裏, OK, 很簡單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香港, 反對成立, 即是反對有23條, 還有, 有一個普選的政權, 其實是在製作中, 中國的民主運動, 或者為製作中國的民主運動, 立好一個基礎, 因為製作本身, 是要主體動作才製作到, 那你是在做這件事, 我們整個抵抗, 是有意的, 除了, 是說, 我們有少少的示範作用, 之外, 其實在最關鍵的時候, 我們的製作是對, 即是大陸是有用的, 所以, 其實共產黨也都, 是看早了這一點的, 就是說, 為什麼, 在這個, 不讓我們有民主的, 在這個過程裏面, 透過, 十幾二十年, 即是十幾年的, 互相的, 對峙抗爭, 開始找到一個平台, 就是說, 你不要搞大陸的東西, 我就, 給你多一點, 這個是此其一二, 整個民主黨的立足點就是這樣, 所以, 它分了兩部份, 一部份, 就是施奧華領導的支聯會, 一部份, 就是民主黨, 民主黨本身, 是絕口不會提香港, 中國的問題, 他只會做美巴, 很簡單, 即是說, 香港的民主派裏面, 沒有一個政黨, 包括社民在內, 是很清楚地看到, 在香港的民主鬥爭, 和大陸的, 未來出現的民主運動, 或者和現在的民主運動, 是有扣連的, 這是很清楚的, 這就是, 為什麼共產黨要搞一國兩制的原因, 是,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出發的話, 即是說, 施奧華當日不搞五區公投, 要是就錯, 要是就蠢, 他可能是錯, 因為他覺得, 如果在香港, 和這個共產黨, 用五區公投的方法去抗衡的話, 可能令到, 共產黨發怒, 令香港更加, 就是, 就是, 小民主因為共產黨的力量, 是大於香港人, 所以他可能, 因此而是, 收緊, 所以他反倒退的意思就是這樣, 即是, 施奧, 講來講來, 只有反倒退那三個字, 不倒退就是贏了, 這樣, 不衰就可以了, 是的, 即是, 如果你說, 用反倒退, 作為一個政治運動的, 綱領的話, 很難驗證, 因為只是倒退了, 你才覺得會錯, 但其實他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 selffulfilled的, 的, 背論, 因為, 如果出現了, 倒退的時候, 你就更加, 讓他不要倒退了, 是不是, 即是, 你找不到, 切入點就是, 你在哪一點上面, 是, 真正正地動員群眾去反倒退, 或者是, 有哪一個切入點就是, 如果不用反倒退, 這個, 光領的話, 你要爭取些甚麼呢, 還有, 剛才, 長毛頭的兩點, 我現在一定要先說, 第一, 就是, 它有一個, 其實一個很隱藏的, 就是, 只有泛民主派, 或是, 只有民主黨, 才有能力, 可以做到一個, 叫做反倒退的一個力量, 第二, 就是, 剛才長毛提過, 就是, 我們不會再靠, 社會運動, 我們不會再靠一個, 由下而上的一個形式, 去到反倒退, 只能夠透過議會, 透過議席, 透過拿到位, 透過在議會裡面, 有影響力, 才可以做到一個反倒退, 但是, 實際上, 我們看回, 很多國家的民主法者來說, 是不是你只是在議會裡面, 拿到一些位置, 你就可以完全, 成就, 或者做就對? 那一個問題就是, 在, 這個特區, 政府成立了之後, 如果從民主的進程, 它寫到, 它那本基本法寫到2008年, 大部分的人, 都覺得2008年才算, 因為那時候才開始有一個新的, 這十年是八個, 但問題就是, 特區政府, 那個, 那個, 官商勾結, 那個, 那個, 選舉造成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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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一般來說, 一般 一個, 一般, 他也沒甚麼興趣去醫治這個病 他看來看,究竟共產黨會否令直選議席少了兩席 或者令香港人有些自由受到更大的壓制 固然一件事是重要的 但你看整個香港的倒退 或者香港越來越壞 越來越壞的情況 是否共賭 而實際上之所以可以這樣做 亦是一個政制造成的 我很懷疑文章本身有沒有審視過 有沒有反思過香港是否倒退 如果剛才長坊這樣說 香港很多方面倒退 人權倒退、政治倒退 甚至是社會、民生、福利都倒退 但問題是作為一個政黨去審視自己 你會否覺得是一個衝突 另一個問題是反倒退的力量是怎樣形成的 其實你回歸之後你會看到 第一個就是董建華這個集團造成的倒行逆施 令到中產階級都覺得憤怒 這個當年董建華執政了七年裏面 政策措施根本不是我們討論的問題 我們假設他令中產階級都憤怒 是怎樣去制止的呢 不是民主黨去制止的 是因為他自掘墳墓 整個二十三條令到天道人怨一起爆出來 由沙士 是的 問題就是民主黨由始至終 在董建華的年代是無所作為 因為他們是看著2008年到來的時候 所以進一步政制改革 即是等民道 是的 民間都可以倒董 他還在押制住 不敢出來 就算是到2003年 七一出來他都不敢倒董 他漂亮的話就是說 我們不是反對個人 是反對制度 即使我們是反對沙俄的制度 不過不會反對沙王 甚麼邏輯 很簡單 是吧 你想想 當全世界都喊董建華下台的時候 民主黨作為一個民主派的龍頭大佬 是無所作為的 就算是過到 得到 這個2003年 得到7月1號 那五十萬人的鼓勵 和製作 他都是按兵不動的 其實 2003年7月1號 再去到2004年的9月的選舉 足足有13個月 民主黨是無所作為的 是在發夢 你只能拿幾席 你看我 我是不停地倒董建華 其實我當然明白 制度造成總建華 但問題 當一個制度的產物 已經足夠淋離盡次地反映制度的腐敗 為何不反對那個人 是吧 制度和制度產物是二而一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民主黨整個策略為由 第二個就是 由1997年 他們離開了立法會 他還重回立法會作為一個綱領 終於重回到 因為這個是香港人 對這個倒行逆施的臨時立法會的疲勢 所以 港年的投票是最高的 是的 所以 其實香港人支持了他 但他有甚麼做呢 1998年到2000年 已經開始衰了 民主黨做了甚麼呢 民主黨似乎是做了甚麼呢 通過地鐵 通過地鐵 自由化 通過證券大法 使香港成為進一步炒賣場 地鐵 地鐵 自由化 全部造齊 讚成向公務員減薪 當時民主黨最擔心就是 因為這個兩局廢除 他最擔心就是 我們沒有了一個 其他議會沒有了位錯 這個 所謂殺局的抗爭 在這些問題上 民主黨吵過甚麼呢 最低工資的初後反對 這個 所謂 是趙藏派和當權派其中的爭論 就是職工資 你看看 民主黨從頭到尾都是這樣 希望將一些 會令他 在中產階級或者 所謂有產者裏面失票的因素 完全蒙運過關 是吧 很簡單 八萬五的立場 他很模糊 現在又說要重建公務 他完全沒有邏輯 那些東西 那麼像民建聯 甚麼都起 不… 他初頭是譴責董議員搞八萬五 是呀 剛才長毛很詳細分析 整個由中國民主 去到整個香港民主發展 我可以叫大批判 整個大批判 所以其實民主黨 之所以後來跟共產黨有一頭 其實是一個隱性的 即是有一個隱性的互動 因為民主黨的分析 和共產黨的分析是暗合的 民主黨以蕭浩華為首就是 不倒退就是贏 尤其是政治上的倒退 所謂議席的縮價 因為兩局被殺 他也有倒退 這個就是蕭浩華 叫出來其中一個原因 他制止這件事 這個未必是錯的 但共產黨就是說 如果你出賣蔣子權 你是會得到善待的 很清楚 問共產黨在香港殺人的 就是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 而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 就是沿襲英國人的 其實也是買版經濟 買版經濟家長政治的混合體 而民主黨在社會民生經濟的政策上 和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沒有根本的對立 如果你在政制上和他談都很難談 因為本身每一天都出現矛盾 每一天都要鬥一頓死 而民主黨最後給了票給領匯 已經是氣數已盡 即是今天才出來道歉 是沒有意思的 或是他有時投下氣權票 這件事沒有意思 因為你作為一個龍頭大黨 所謂民主派龍頭大黨 你沒有理由 是跟政府這麼多東西相似的 意思是否說 其實有某個程度說 民主黨或者很多的反民主派 那個怨氣就是什麼 其實我都不差過你 只是小燕子選舉 我們沒得選 我和你做都差不多 他不是一個殊途政策 即是對於香港和中國的前途上 民主黨其實是沒有一個殊途的政策 即是說怎樣發展經濟的社會 當然在政制的權力分配上 他們有一定程度的分別 所以現在民主黨就越縮越細 那個平方 為甚麼呢 中國就縮了 這個普選又縮了 公投又縮了 在社會經濟的政策 一字不如要縮 因為這麼大的東西都不鬥 難道小東西鬥嗎 這是此其一 第二反過來看 他一直都是在社會經濟的政策上暗合 他沒有殊途政策 他又不是領先 他一定是後面的 所以剛才長毛提到一樣 就是當我們還以為民主黨 是泛民主化最大黨的時候 其實很多民意調查顯示 民主黨已經再不是泛民的最大黨 這個可以更新一下 是嗎 是 誰來的 現在公民黨 難怪大陸要對付公民黨 是的 我覺得民調都不重要 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社會的分析 尤其是鄉左網 我們當然是從那個階級的角度 就是說 甚麼制度是會令到 在這個社會裏面 受到欺凌剝削的階級 是有一個更加好的權利 或者回復他原來應該有的所謂主權 這個就是好制度 是不是 如果不是就是壞制度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其實在整個分析上面 民主黨覺得有一個 其實某個程度上就是 其實他只不過是 這一班人的一個 即是忠實反對派 不過他說我做忠實反對派都不行 因為你沒有一個公平的制度 給我做忠實反對派 是不是 還有有一件事剛才陳某提過 就是提過的例子 我們說到所謂民主 是否只是局限在 你在立法會議席的多少 那麼簡單 或者只做到這件事 就叫做我捍衛民主 我支持民主 就是很多時候 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我剛剛在這學期裏 改學生考試卷的時候 有一個反應 就是透過學生考試卷 都可以見到學生對於現在的香港政治 就是香港政治情景的一個看法 其實都問到一件事 就是其實香港的社會運動 其實政黨本身 特別我是說到泛民主派 會不會都是作為香港社會運動 一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或者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當然我都會見到其實一學生答的時候 都會說其實香港社會運動應該都是要 要依賴政黨 要透過政黨才能夠令到社會運動可以 有得搞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一件事就是 我在堂上都已經說過 就是你其實從03年開始到現在 政黨離開這個政治社會 實際的現實認識越遠 不要說政黨真的會支持 一些民間的社會運動 甚至見到油販高鐵 天星皇后 蔡元村 美孚新村 你基本上政黨是不行 當然有時政黨就沒有幫忙 有時政黨基本上就是在後面 然後出來然後就滲回去 基本上就不是由政黨 去到作為一個領導的角色 去帶動整個民主運動 或者甚至社會運動 政黨發展民主化這些命題的認知定位 我想作為我教這個人 都會有時間去疏離 所以長毛 我想你還是多些出去這些 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說政黨政治或者政黨 在香港的政治運動 或者群眾運動的角色是甚麼呢 就是成事未必足 敗事則有餘 或者有時可以說他未必經常都敗事 但是就不會有很大的幫助 很簡單 為甚麼成事不足 因為他不想成功 所有的能夠出現一個抗爭形式的社會運動 他們基本上都怕介入 為甚麼呢 第一他不夠領導 因為如果出事的時候他要負責 即是說那個運動越來越大 去到一個對抗的局面的時候 他覺得要負責 他不想這樣做 第二就是 所以他成事不足 不是說他沒有能力 他不想去做 第二就是 議會政治 現在你看到 所謂的民調 受歡迎的政治人物或者政客 大部份 相當大部份 就是不出聲的 即是只有 只有外觀而冒實質的東西 譬如 講的講的小 或者講的無靈兩可 那些就會高分的 立場鮮明的人 就不低分 為甚麼他會失分 因為為甚麼呢 你講得多話就會有機會失分 所以現在這個 政黨政治或者議會政治 就訓練了一群政客 就是 尊走聰明的 隨便說說 漂亮的說話 你看看幻翠來太 就是因為不說話 所以文忘高 是吧 很簡單 很多個都是這樣 你發現李卓人 因為經常都說 即是波幅很大 是吧 我便排到最後 因為很簡單 因為做這些所謂的民調 是六和一 即是一至六 如果你是一個中間營的人 即是你很多三四分 即是你沒有一分 所以你一有六 你加起來 即是一有六 即是一有六 你那個民調就會高 因為你沒有一是抵銷的六 剛剛我想起 我其中一科 講民調 我經常用這個譬如 即是說 為何出現出來的時候 他是 一個制度有關 即是 第一就是他打固網電話 在固網電話 聽的人已經很有問題 因為是一類人 即是一家之主 或者是很依賴固網電話 來通訊的人 第一個是答的 問卷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這個 他給分的問題 一至六 所以 你經常在中間 再加多一些高分 就搞定 如果你有兩個六分 一個一分 你算一算 即是平均四分都不夠 就是這樣 還有我想 跟方法上來說 其實很多時民意調查 所拿的一些 所謂樣本 其實有很多 很多很實際的環境因素 即剛才說到 就是說 家裡的住戶 可能都是找些成年人 如果你說支持你的人 可能永遠 並不能夠 在一個主流的 一個民意調查裏面 可以被找到 或者他的意見 可以反映在那個 即是民意調查裏面 我想另一方面就是 剛才說到 譬如說 如果家裡沒有網電話 永遠都找不到我 如果你說 你很多粉絲 其實都用手電 他們的意見 能夠反映在那個 民意調查裏面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其實現在 政黨政治就是 殘影 我都說 殘影競選法 任何事情都 到此一游 某些人去游山換水 到此一游 就知道很多人喜歡 找這個白游游幾游 就覺得自己是一個 已經經歷過千辛萬苦 歷盡這個 歷盡旅途 歷盡旅途的奇趣的人 其實他只不過是拍照 拍照之後 就去過這幾個地方 這是殘影競選法 殘影競選法最重要的是 不要嚇人真 但是有道 就是這樣 這個當然是很有害的 對於政黨和社會運動的關係 或者政黨去 為了實踐一個更加 一個理念 或者如果他的理念 是要用群眾運動 才達到 或者是和群眾的利益 很相密切的人 如果你這樣去做 你自然就會離開了群眾運動 你那個政治運動 也都越來越少 群眾運動給你的影響 是 剛剛想到一件事 就是 剛剛長毛說到 就是 關於你說透過民調 去到認識 或者去到理解 某些立法會議員的 受歡迎程度 是否代表他那個 受歡迎程度 成為他將來 能夠再連任的一個 關鍵因素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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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一個 自家香港的政黨 是一個 競選的政黨 還是一個 改朝換代 改變制度的政黨 是非常重要 因為 如果你是一個競選的政黨 的話 純粹用競選來去 令你的政黨壯大 以及 維持 維持 你一定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當你那個 理念和目標 在短期以內 就是 你那個 短期也達不到 而且說 在短期的行為裏面 是你濕票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 所以我想 其實如果你說 利用這個 民意調查 例如 剛剛 有一些民意調查 我都看過 其實立法會議員 在市民心目中的 地位 或者 認同程度 是非常之低的 我想其實 都有幾個民意調查 都有一個 幾類似的一個 模式 但是很奇怪的 就是 你既然 立法會議員 那個 認知 或者那個 認受性程度 那麼低 那 為什麼第一 立法會還要加多 十個議席 其實 跟周浩文議 有一個背道疑似 有人會這樣提出 一個質疑 還有我想第二 就是 其實立法會議員 那個 認受性程度低 究竟是原因 還是 制度產生出來的結果 其實很少人都 從這個角度去解讀 這些數據的模式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立法會 那些 問題 我沒有說到 什麼原因 令他們覺得 立法會議員 或者立法會的 這個物體 是地位低落 如果你有問 就不同了 或者你有 例如說 例如說 立法會權力太小 經常有人講粗口 要被他們剔 剔才知道 如果整體來說 所有 對立法會裏面 有少少意見的人 都可能被你算下去 就是對立法會 你明明我說 這個當然不是很荒 是的 但我想 問題是一樣 就是市民的意見本身 都是一種觀感 都是認知 但不是作為一種事實 而作為 去解釋某些現象 我想 在用民意調查的數據 解讀的時候 都要很小心 我想今天整個節目 都講了很多 關於香港民主發展的批判 又或者跟中國民主運動發展 有些關係 希望將來有時間 再講多一點 向左網節目時間到此 很感謝今天兩位 幫我們做首譽的朋友 Bonnie和惠蘭 我們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 拜拜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